李显龙总理表示 随着本地疫情和经济趋向稳定 这个时候调整内阁 能为我国的长远发展做准备 同时让新任部长累积更多经验 他指出 这次的内阁大改组 比平常的调整来得早 但它不是一个突然的决定 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和讨论后做出的 记者内国卫报道 李显龙总理召开记者会表示 提前对内阁和政治职务 做出重要调整 主要有两个原因 财政部是政府的重点部门 很多政策和措施都需要财政部协调 所以财政部换人时 会牵涉到其他部门的人选 此外 去年的官兵疫情 也影响了他在大选后的内阁部阵 总理原本想调动贸工部 卫生部和人力部的部长 但因为当时疫情严峻 所以没有调换他们的职务 现在我国整体上有一套 相当完善应对疫情的策略 经济情况和疫情也逐步的稳定下来 所以在这个时候调整内阁 做比较全面的重组 为新加坡的长远发展做更好的准备 我看是正确的决定 同时这也让我的团队 有机会吸取更广泛的新的经验 当被问题在不到一年内 就重组内阁 总理说 这一项调整确实对一些部门带来影响 但相信在这之后将稳定下来 黄迅才部长和即将接任卫生部长的王以康 将联合领导抗议跨部门工作小组 对这个工作小组的期许 总理表示这是一个团队工作 他们将继续努力对抗疫情 总理也欲请国人继续支持他的团队 一起应对挑战 守护未来 过去几年 多位年轻部长已经累积了不少经验 这次他们在不同的领域服务 不仅让各位部长各尽所能发挥所长 同时也让整个团队 做有成就 同心同德 治理好新加坡 造福国人 新闯媒新闻记者聂国卫报道 宣告 年轻人 亚然会 老报道